今天在曹云他拍摄的时候呢 邀请了一个老大爷 带我们进山采野菜 山路呢 非常非常的湿滑 但是旁边的景色非常的好 老大爷呢 今年七十多了 但是呢 身体非常好 走路呢 剑步如飞 一直在路上担心老大爷会摔跤 但是老大爷呢 一直走得比我们要快得多 走了十来分钟呢 老大爷带我们来到了 采折尔根的地方 采折尔根的叶片呢 成淡紫色 叶片呢 非常的宽大 筋部呢 非常的细 老大爷呢 在采折尔根的时候呢 稍微呢 有一些这个奢侈 不要根 只要露出土面的部分 我呢 跟着老大爷学摘采尔根 很快呢 就采摘了一大把 老大爷给我说呢 这两天是另外一种野菜 竹叶菜生长的时候 所以呢 决定带我们去 更远的地方采摘竹叶菜 竹叶菜呢 一般生长在这个湿润的水边 老大爷呢 带着我走了大概十多分钟 这一段的路呢 比之前的路要更加的湿滑 运气非常的好 老大爷就在一个桥边 在水边长到了这么一片 竹叶菜呢 为什么叫竹叶菜 是因为它的叶片呢 长得非常的像竹子的叶片 每一片叶片呢 和竹子的叶片稍微宽大一些 但是呢 每一片叶子都非常的透亮 和劲道十足 上面的脉路呢 非常的清晰 折青就会撸下一大串 在采购了一顿竹叶菜的情况下呢 就和老大爷一起回家 老大爷的家呢 是典型的川西民居 虽然呢 有一些破酒 但是呢 非常的有味道 看到这个老宅呢 就想到了 在农村的爷爷 老人家呢 很快就开始 折野菜 然后清洗它 看着在清洗野菜的老大爷 看看这个专注的表情 我觉得老大爷 一定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洗完野菜了 老大爷用这个灶台 开始准备烧水 这个地方呢 我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这样的农村老灶 我相信很多城里的朋友 没有看过 老大爷呢 用一个非常大的木头 放入了灶台 并用松枝将火势变大 这样呢 烧出来的菜 会带有一种淡淡的木香味 老大爷说呢 我们农村里面 都是这样烧火的 火已经烧好 并且非常的旺 于是呢 老大爷就开始准备 做野菜的配料 首先呢 是野山椒 这个野山椒呢 老大爷放在 他的这个椒桶里面 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 用刀将折耳根 切成了一指长的 这个长度 放在盘子里面 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这样的味精 然后呢 将刚才切出来的细碎的 山椒 撒上去一点点 搅拌均匀 一道原汁原味的野生 折耳根 就可以上桌了 这个时候锅里的水 已经烧开了 老大爷快速的将 竹叶菜放入水中 准备焯一下水 老大爷告诉我们呢 所有的野菜 放入水中 适当的焯水 可以减轻野菜的苦涩味 焯水结束呢 老大爷端出了 家里面的猪油 放入了锅里面 整整一大勺 告诉我们 野菜呢 用猪油来炒 会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当锅里面的猪油 已经开始蒸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放入了之前 准备好的野山椒的碎末 然后放入竹叶菜 快速的翻炒 我们几下 加一点点的盐 和一点点的味精 一道新鲜的竹叶菜 就可以出锅了 很快 我们的菜就全部做好了 对于我这样 不怎么吃野菜的人来说呢 今天适当地尝了两口 我觉得这个味道 是真的非常的好 老大爷呢 也是一个爱酒的人 倒了小小的一杯 当地的高妙白酒 吃着野菜 喝着白酒 这个笑脸 都是笑意昂昂的 高声的路口说 好吃 好吃 其实呢 虽然在老大爷家 这个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房屋呢 有一些破旧 但是呢 看看身边的家猫家狗 然后看着桌上的 这样的山野小菜 敏一口小酒 我相信老大爷的心里面 一定每天都是美滋滋的 你今天辛苦了 我先走了 好 你买点 好 你买点 好 你买点 来 你买点 给 것은 为什么